我國的入境管制終於是要在明天鬆綁了 這歷經長達了兩年多時間的疫情 不少人護照已經鬥齊了 也因此趕在今天去搶辦護照 現場排隊等申請 至少要等兩個小時以上 那麼原本辦完要等四天才能拿到新護照 這一回就因為民眾搶著要把護照拿到手 就算極見每提前一天要加價三百塊錢 申請量也是增加了快三倍之多 民眾一個接一個報導 櫃檯人員一刻不得嫌為了辦護照 不只辦事樓層大廳人滿到沒位子坐 一樓填表準備的民眾更是拉起 紅龍排出長長隊伍 這一等就是一兩個小時起跳 十月十三號起入境政策改為零加七 終於免隔離 悶了快兩年 國人真的迫不及待想出國 九月底辦護照量突然暴增 原先得等四天 但就算每提前一天加三百元的速箭 民眾為了快點拿到也花得心甘情願 一月到九月呢我們已經收了三十八萬六千三百四十一本 那預估下來今年應該會收到七十萬本左右 旗艦的部分比以往增加兩到三倍 同步接觸的還有金團令旅行社業者根據銷售狀況曝光五大熱點 冠軍就屬日本解封後就創下單日近千人下定紀錄 其次是歐洲澳洲臨近的東南亞韓國也在榜上 並且目前都以夫妻家庭退休族三大族群為主 旅遊社搶工商機套裝行程 熱賣外航空公司也跟進推折扣 旅遊達人在透露長榮 臺北東京成田來回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四元 雨田一萬六千五百一十元 選大阪或福岡也都落在一萬四上下 至少降了三千到五千元 面對長達近兩年的邊境管制 終於迎來鬆綁 民眾也真的能一元出國夢好好放鬆 記者黃家維 王家慶 臺北陳某島